三轴便当 上午十点半高铁便当一开卖 旅客纷纷登门购买 三轴便当像是有香烤鸡腿排 选用去骨鸡腿肉 经过传统功法烘烤 或是这款香乳肉排充满乳汁香气 甚至也有素食三杯杏鲍菇 配菜都主打少油少盐 不过现在高铁宣布通通调涨 高铁贴出公告 因应食材原物料成本增加等因素 三块便当原本均价100元 4月1号起调整售价变成110元 以前也有吃过素的 也有吃过鸡肉的 感觉都还不差 现在大家都涨了 半年便当店已经从100 涨到110 现在都到130 140 如果它可以维持品质不变的话 我觉得10块还蛮可以接受的 事实上高铁2008年开始贩售便当 最初定价120元 后来2015年改为均价100元 便维持至今 等于9年来从没涨价过 至于台铁 目前仍有最低60元 最高100元的便当 暂时没有调高数价计划 推断因为自己就有厨房 相较于高铁 外包给高雄空厨制作 成本价格较好控关 来吃去两边 这边吃 这边吃各有特色 可能小资组或上班族这样子 我们其实是会乐意购买它 有时候也是会先去买台铁那边的便当 然后过来搭高铁 双铁便当民众各有所好 这回高铁便当价钱调整 也同步宣布菜色会调整 预计会有南桶绿节瓜 云林紫地瓜 嘉义杏包库等季节食材 不过民众想购买 都得多掏点钱了 每日新鲜料期陈伯瀚台北采访报道